媒体策略 各位同学从系统上可以清楚地发现 不管是A产品、B产品、C产品 我们有不同的媒体可供选择 其中包含了电话、报纸、Internet、DM、LeaveNet跟杂志 各位同学应该会注意到 相同的产品但不同的媒体费用是不相同的 相同媒体但不同产品其费用也不尽相同 因此资源如何有效的配置 在媒体选择策略上就显得非常重要